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矣 基于大家密头佛 我们看课本三百二十三页 《雀若下列者,西求易行道》 前面讲到菩萨道太难了 多数的人会退心 主要有两种 他说不敢修 不敢承担 或是不愿修 不想进修 或是不敢进修 我们来看 虽然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但就现实的众生性来说 根基是种种不一的 那我们先大概理解一下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就是这个观念 那一般我们习惯说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那么这种观念 并不是所有的经典都这么说 这个好像上次我们也有稍微说过 那我们可以再讲一次先说 在中国佛教 就是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 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而且毕竟成佛 最后一定会成佛 那这个其实主要是法伐经的观念 那法伐经所谓的一佛称 唯一佛称 无二无三 那现在这里都是引用法伐经的 那因为我们习惯这么说 唯一佛称 无二无三 唯一佛称 就是大称 无二无三 没有二称 没有三称 这是法伐经的观念 那从 因为这个上次我们再讲到 一切众生借有佛性这一点 有稍微提过 不过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就是 从大圣经典来说 也不是都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那我们可以稍微再 比如说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最后就是到最后都会成佛 如果是依法伐经来讲 它就是主张这种观念 但是般若经的话就不一定 这个是法伐经 法伐经是这样的概念 但是般若经就不一定 般若经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但是不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 这个是法伐经的观念 那么如果是般若经 究竟的般若经 他认为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 就是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 这个佛性当然定义有些不太一样 但是般若经是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法无自信的 般若经讲一切法空 那么无自信就是没有决定性 那没有决定性就是 大家都有可能 但不是大家都可以 就好像很简单嘛 就买乐透 理论上来讲 大家都有可能中乐透 中可讲 都有可能 还没开讲以前 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中讲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中讲 所以是像这样 但是般若经说 一切众生皆可 皆可以成佛 但不是一切众生都能成佛 那么一切众生不是毕竟成佛 他有可能正二称 所以波勒经来讲 他是有二称三称的 身闻圆绝必知佛的 所以不是一切众生毕竟成佛 你只要波勒经来讲 你只要正了二称 你就不可能成佛 正二称的 正二称的 就是身闻圆绝的 不可能成佛 所以正二称 已经正二称的 他叫做焦芽拜种 那个芽都焦了 那个种坏掉了 不可能再长 所以他把它叫做焦芽拜种 所以他要他微小向大 就是还没正前 他如果一旦正路 那他就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回小向大 一旦正路 就没办法回小向大 但是法华经已经正 法华经已经正阿罗汉的 比如说舍利佛 穆建人这些 已经正阿罗汉的 还可以回小向大 那么这个是法华经 这个是波勒经 观念上不太一样 我们是从大圣来讲 那如果从维世来说 比如说余解释第二位 莫释说解释秘经 这种维世的经典来讲 他是讲种姓制的 种姓就是说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有一些人 怎么样都没办法成佛 所以他有五种种姓 有声吻种姓 有原觉种姓 五种种姓 只有那一种不定种姓的 只有不定种姓的 不定种姓的里面 是声吻 就是成佛跟不成佛 就是有声吻跟菩萨种姓的 这种人不一定 有声吻跟菩萨种姓 我们讲佛种姓 有声吻跟佛种姓的 他可能正二称 可能正阿罗汉 或正屁之佛 他一旦正阿罗汉 他也没办法成佛 那么如果他 他那个时候接近大称 那么他就可能成佛 如果他那个时候修小称 他就正阿罗汉 正阿罗汉也不能成佛 但是那有可能接近大称 你叫他发菩提心 那么他就可以成佛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佛种姓的 那么他也可以成佛 那其他的声吻种姓 圆解种姓 不定种姓里面还有一种 声吻跟圆解不定的 那一种也不能成佛 就是你必须要有佛性 就是佛种姓 就是有那个无肉的佛的大圣的种子 你才有可能成佛 其他声吻的圆解的 或是不定种姓里面 声吻圆解这种不定种姓 还有一种是无种姓的 就是说他也不能正阿罗汉 也不能成佛 那么这一种也不能成佛 所以基本上只有两种 一个就是不定种姓里面 声吻圆解或佛不定的 有声吻跟佛 或声吻圆解佛不定的 声吻圆解佛不定 他可能正声吻 可能正圆解 可能成佛不定 还有一种就是有佛种姓的 这种才可以成佛 那其他 其他是不能成佛的 所以 但是因为 全佛知道他后面讲 就是讲到大圣里面 他是依法伐经的 主要都是依法伐经的这种观念 所以如果是依波勒经 如果依波勒经 不是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没有 所以波勒经里面 像初期的波勒 他告诉你 你下定义都还有可能成佛 定义还会再上来吗 但是你一旦证了阿罗汉 你就不可能成佛了 他在做交涯拜祟 所以这种观念是不太一样的 那你说到底什么才是对 其实佛法的发展中 大圣是从很多地方 很多史不断不断发展出来的 那如果依相依为侍来说 他认为说一切众生 皆有佛经 皆能成佛 这是对不定种姓的人讲的 因为你鼓励他 他就会行菩萨道 就会成佛 你不鼓励他 他就有解脱道了 那他认为是这样讲的 那如果像如来仗的话 我们后面会讲 如来仗的话认为 一切众生本来就已经成佛了 本来他就是佛了 就是他已经具足 就是如来仗就是他 已经每一个众生都具足 如来的三舌相八十舵好 一切功德都具足在里面 就像我们以前想过的就是 就是说佛成佛的时候 想齐哉齐哉 一切众生一切具有这样的功德 那么只因妄想而不正德 那么这种是如来仗的思想 所以我们稍微要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 接触的观念是已经经过整合的 或是某一派或是某一部经的观念上 不过我们要知道佛法上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说法 所以他讲 虽然一切众生毕竟成佛 我们说过这个是法法性的观念 但就现实的众生性来讲 根基是种种不一定的 确实有很多种不同的人 这个我们前面也稍微有提过 我们就给大家再整理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讲 阿含金里面来讲 他就是性型人 法型人 就是偏性的 信仰的 跟偏智慧的理解不太一样 那这两种人都可以成就 那么性型人基本上得似不坏性 法型人基本上得似不坏性 那么多症出口 都可以 如果从阿含金来说 那根基是种种不一样 我们穿佛地址也是一样 佛地址里面 那么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根基都很厉 第一个是阿诺乔诚 佛解脱了之后 成佛了之后去跟他说法 吴比丘里面他第一个 第一个就成他 没有多久就成阿罗汉 没有讲几天 不过大概就是 应该没到一个礼拜还是几天 他就成阿罗汉 然后最后一个 驱法头罗 几分钟而已 佛要入内藩前跟他讲一下 不过他已经出家很久了就是 那吴比丘才 吴比丘顶多 顶多就是五年 因为佛修苦行的时候他才去的 佛六年苦行 他也不是一开始修苦行就去 所以吴比丘跟着佛修苦行最多就是五年 那佛六年苦行完之后去普迪苏下 没多久就成佛了 成佛没多久就去找吴比丘了 所以吴比丘顶多修五年的苦行 那么他们之前都是在完工生活的 没有修行的经验 那吴比丘顶多修不是 吴比丘顶多修已经是老修行的 只是他是修外道 从来没遇见佛 他就在山洞里面没出来 只是听说佛到居师那 他最后要入内藩了 他一定要过来 过来已经佛已经半夜了 已经中夜了 所以佛只跟他讲一下 他就跟阿罗汉了 他非常非常快 那种根基都算是 就是我们叫做利 就是利跟对 但是利也是从过去年期来的 像舍利佛 穆建年也是一样 听了佛 听了海北见佛 只是听马圣比丘讲元启记 他就正出国 然后再去找佛没多久就成阿罗汉 一个七天 一个十五天 舍利佛十五天 穆建年七天 那舍利佛不是智慧第一吧 怎么会比较慢 没有 穆建年听了之后 去树下专精思维七天 舍利佛没有 舍利佛正出国之后 就做佛的侍者 帮忙佛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 但是他也十五天就正阿罗汉 但大家设也是这样 那这些都算是根基很腻的 那么有一些 有一些出家很久 跟佛很久 比如说禅陀 禅陀比丘也是跟佛很久 但是一直到佛要入涅槃前 那么他才正阿罗汉 那当然也有一些经典讲佛涅槃之后 他才正阿罗汉 阿难 阿难也是佛涅槃之后 他才正阿罗汉 阿难算是多文基 但是也是涅槃之后才正阿罗汉 还有很多根本就没有正 所以从这边来看 事实上根基也有差很多 再加重也是一样 有的一听他就正出国 有的不是 障碍比较多的 大概就像提伯达多这种障碍最大 他出家很久 他是很早期的 佛第六年回乡神经的时候 他就出家了 跟阿难一起 跟阿难立他们一群 可是他们很多都正阿罗汉 他不但没追到阿罗汉 大概都第一 那这种障碍烦恼比较重 那所以从佛弟子来看 那么有一些即使看起来很笨的 或是没有读过书的 有些都正阿罗汉 烦恼很重的 比如说莲花神比丘尼 那烦恼也很重 他在大城市做过祭 你看 那烦恼多重 央杰瓦瓦 那烦恼也很重 他千辛很重 杀了很多人 最后出家很快也得解正阿罗汉 周立盘偷解 四个月 南传说四个月 北传说三个月 背不起一个祭 后来也正阿罗汉 那像这样的 如果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来讲利的话 也算很利 但是它障碍多 那盾的话就是要 说盾就是它障碍 有一些障碍障碌 那通常都是 我们说文师修 就是累积累积累积的 就实实上来讲 缘起的东西就是 你到达那个地方 聚足了它才有 因缘不计足就没有 解脱也一样 所以即使再怎么盾的人 他就是过去没有修 那么过去有修的 那现在看起来就很利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没有 你觉得很多观念 你怎么想都想不清楚 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那其实就是你过去学得少 你现在多学一点 渐渐渐渐渐 就由盾转利了 好像刀要磨磨磨磨磨 磨久了就利了 一样这个道理 所以事实上没有盾的人 只有懒的人 只有懈怠懒的人 没有真正盾根的人 盾根成利根都是学习来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我越盾重 那我比较盾 不是 没有 没有真正盾的人 好 所以他这里讲 根基是种种不一的 在发心向道的众生中 这个向道是像菩萨道 佛道 因为我们真正来讲 所谓的道 从佛法来讲 其实只有三种道 人天道 解脱道 菩萨道 就三种 我们把它叫做五乘 人跟天 他是同一个人 都在异界里面 人天道 都在三界里面 解脱道 松文圆解 菩萨道 成佛 就叫五乘 基本上就三种道 佛的话 在阿安静里面主要是两种 主要是两种 就是 比较世俗的 他就讲 师界升天之法 世间的人 他只是想 他好得过这一辈子吗 幸福快乐的过生活吗 未来有保障吗 现在有保障吗 只是这样 死之后 那么有保障吗 所以佛就跟他讲 师界升天之法 就是你要升天 你不用去求天神 你不用去慈舟 不用 你就是好好布施慈见 你就可以升天 你未来要幸福 你不用去求神 你不用 因为印度人习惯就是求那个 犯天神 玉皇大帝 我们叫玉皇大帝 他们叫道立天 四体还天 然后犯天 那么现在他们主要就是 就是匹斯奴 师婆神 后来所谓印度主要讲有三大神 这是后来的 因为一开始如果从佛经来看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范天神 四体还音跟范天神 这两个 匹斯奴跟师婆神比较少看到 但是后来就是印度也是 但是后来就变成三神是一体的了 很多人都想要升到天上去 尤其是像有一些外道 他修到有天面东西 他可以看到天上的幸福 他也想升到天上去 那婆罗门基本上就是要升到天上 那婆罗门的天主要是梵天 但是有很多也是升到 升到道立天 像佛弟子很多升到道立天的 比如说最有名的像齐伯 那齐伯 齐伯是佛时代的医生 像滑头一样医术很厉害的 那齐伯常常在佛教里面 可是他没有比较少说 看到有位就是 从论里面说到说 七婆死后是升到立天 佛弟子很多在家 出家的也有 在家很多都是死后 就升到天上去 你正出国嘛 二国三国 正出国要仁天七尺 所以基本上都是升到 如果是天的话 多数出国都是升到玉界天多 那么三国才升到色界天 五国安天 出国二国基本上都是在天上 那么还蛮多的 蛮多升到天上去 那婆罗门其他的宗教也有 因为天有很多天 天有非常多天 当然玉界就有六天 那四王天 四王天就有四个地方 所以 道立天就有三十三个地方 所以蛮多天的 还有燕摩天 还有多帅天 一上去非常多的地方 所以 当时很多人都是要神天的 所以佛对一般在家中 都是讲师界神天之法 但是有一些人想更上一层的 就跟他讲解脱 其实是这样 在爱情里面常见的就是这样 佛面后发现到 佛跟其他的阿罗汉毕竟不一样 佛也是阿罗汉 很明显的佛就是大阿罗汉 解脱 但阿罗汉不是佛 很明显的 所有的阿罗汉 不管你是智慧第一 神通第一 论意第一 说法第一 杜众第一 不管你什么第一 加起来都没有佛的厉害 智慧第一的 智慧也不如佛 神通第一的 神通不如佛 论意第一的 论意也不如佛 所以就开始会觉得说 那么佛告诉这些人要解脱 正阿罗汉出三界是这样修 那佛自己到底是怎么修的 修到这样子 为什么那么多阿罗汉 没有一个像佛一样的 那很明显的 佛修的不只是这样 佛修的不只是这样 所以就开始研究 那佛到底都修些什么 才有所谓的波罗密 那就是要成佛到底要修些什么 如果我不单单只是要解脱 我要像佛那样 那我要修些什么 就开始有所谓的波罗密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六度波罗密 那主要是当时的大众部 因为每一个部派认为 成佛必须要具备的波罗密不太一样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所谓的通行的六度波罗密 其实主要是大众部的 那认为修布施词 这些人路经经禅定之外 那么这一些要修多久 那么可以成佛 就算佛这样 阿罗汉跟阿罗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但是佛跟佛之间没有差别 每一尊佛都一样 那为了要立一 就是顺应众生可能讲 这阿弥陀佛光宗其尊第一 这个要师佛一并第一 没有 其实都一样 每一尊佛同等的圆满 佛佛一样 但是阿罗汉跟阿罗汉真的是一样 但是阿罗汉跟阿罗汉的能力有一点不一样 有神通第一 有智慧第一 有论业第一 有俗法第一 有多文第一 但是每一尊佛没有什么第一的 都一样 所以佛是比较我们说真正最后的圆满 那法伐经 法伐经基本上就是依着这个道理 但是法伐经认为一切众生必定成果 好 那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 开始有所谓的解脱道跟菩萨道 开始有解脱道跟菩萨道 所以法伐经也讲了 既然有菩萨道可以成果 为什么佛一开始不跟我们讲 法伐经里面 舍利伯目见连就这样问 为什么佛不开始就叫我们成佛呢 那其实因为多数的人 这一点如果真的有菩萨道 为什么佛一开始不说 那这一点其实就是说 因为当时的印度 多数的人都是要求解脱跟生天 只要是这两个 佛 你看佛为什么要出家 佛 成佛以前还没有佛 没有佛 成佛以前 当然也有叫做佛的 佛气就是觉者的意思 比如说奇那教大雄 他叫奇那胜利者 那他也是个觉者 他们有所谓的仙人 大仙 这些他们都认为是觉者 就是一开始觉者这个观念 我们把它放进去叫做佛 佛陀 不打 那么并不是佛教专用的 后来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 而且越来越有名 这个佛陀这个名称才开始变成佛教专用 其实是这样 但是没有佛陀以前 照理如果从经文来看 他没有成佛的 没有真正像佛这样 但是有所谓的觉者 叫做辟知佛 所以也会讲 什么什么所谓有辟知佛 就是他已经觉悟 但是没有像佛这样 收地址 然后智戒 然后到处说法 然后影响很久的 就没有 所以释迦佛之前的前例就是迦瑟佛 已经很久了 就已经太久了 但是这中间有很多批字佛 那么释迦佛在成佛以前 就是我们说那个年代2500年前 那个时候都没有佛 都没有 那他整个释迦佛 要解脱 但是释迦佛一开始发心 他就普世是为自己解脱 当时很多人 很多 当时有很多沙门集团 沙门集团都是要求解脱的 有很多是要求解脱的 也有一些沙门集团不认为有解脱这件事 就六思外道 有一些认为没有解脱这件事 就是唯物论的 有一些认为有解脱 但没有办法靠个人意志 都是靠你的修行得解脱 像抛毛线球一样 要一直时间到了大家都解脱 时间还没到你怎么用工作不能解脱 也有这样观念 所以有很多各种可能 不过有很多人多数是在求解脱的 所以释迦佛在王宫的时候 就是希达多太子 在王宫的时候 就看见有沙门出家的 他没看过 那么他就问他们旁边的侍者 就是那一些保护王子的人 他说那些是什么人 一般说看到老病死 然后再看到那个沙门 那个是沙门 沙门是做什么的 为什么头剃掉怎么样 穿这个不同的衣服 他们是求解脱的 解脱什么 解脱老病死 就是轮回 所以阿含经里面讲 佛为什么出现在人间 因为人间有老病死 可是佛毕竟跟其他的 这些沙门不一样 佛不只是要解决自己的老病死 如果他可以解决他自己的老病死 那么就代表所有的人 都可以解决他的老病死 其实是这样 就好像说 我可以找到水的时候解渴 我就可以不死的话 那么所有的人喝这个水 也都可以解渴 也都可以不会渴死 类似像这样 所以释迦佛一开始发心 我们说他的发心 其实就是不一样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然后再从释迦佛成佛之后 一样都解脱 一样都是阿罗汉 为什么释迦佛这个阿罗汉 明显优于 那么大于其他的阿罗汉 能力 慈悲 智慧 神通 明显大于其他的阿罗汉 所以菩萨道是这样 这样从佛 佛的这个身形里面 以及他的整个成佛的过程 然后还有从他 释迦佛偶尔会说到 我过去怎样怎样 我就是本身 当然后来的本身 很多都是编的 但是就是从这些里面来理解 释迦佛到底都修些什么 才整理出来所谓的菩萨道 因为我们现在讲大声不够 菩萨道 好 那当然他累积的滋养多 他是要修得比较久 就比较艰难了 他说这个发心向道的众生 主要是向道主要是有两种 我们说有三种 人天道解脱道跟菩萨道 他说有一些是适于菩萨型的 就比较那种悲心比较重的 大心 有的是与菩萨法格格不相互的 那主要就是解脱道 主要是解脱道的 甚至是人天道的 那么这里主要是两种 就是解脱道跟菩萨道 也有想学菩萨而不敢修的 所以我们前面就讲说有两种 不敢修 不敢修 或是不想修 像如果像南传的 南传的来讲他基本上 他不认为有所谓的菩萨道 也不是说没有 他意思是说 能够成佛的 就是能够成佛的 真正能够叫菩萨的 只有两个 现在只有一个 叫做你的菩萨 未来可以成佛了才叫菩萨 那么现在你没有办法说 所谓的 所谓的菩萨 没有 所以说 不害里面 或是南传里面的菩萨 跟北传的菩萨不太一样 北传的菩萨是圣者 比如说 因为七帝以上或八帝以上 无圣无圣法人就圣者 然后现在在刀立天的米勒菩萨 他是所谓的一生补处 既然要成佛的 那个也是圣者 不过如果从布派来看 米勒菩萨还是反复 布派 那是南传的 米勒菩萨还是反复 他要来成佛了 那个时候才是圣者 所以观念不太一样 那一般我们都是看大圣看习惯 我们不知道有这一些不同的 我们说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认知 好 他说有一些以菩萨仿 就是菩萨道乱 是格格不相路的 也有想学菩萨而不敢修的 所以我们讲这个菩萨道乃 以前奴家也是这样 奴家有一个很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 这种观念很像 他说人皆悯直 特别是悯直强调的 人皆可以为尧顺 每一个人 因为奴家不是成佛 奴家是悉胜悉贤 圣贤 道家是成仙 这不太一样 奴家是悉胜悉贤 圣贤 姚舜与唐文武周公恐懵言违 大概就这样 言违底下就没有圣者 都是贤人 主席 姚文姚明这些 他们希望能够成圣贤 那么主要代表就是从姚开始 姚舜与唐文武周公 孔子往上上 孔子上面是周公 周公上面是武王 武王上面是武武王 其实这样下来的 他就这样往上 姚舜与唐 其实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悉胜悉贤 人皆可以为遥顺 跟我们一切中生间的成佛一样 但是也有很多人问 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遥顺吗 可是事实上 因为理论上是这样 可是事实上也就那么几个而已 他们会觉得不可能很难 像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曹教就问 你就可以遥顺 这是真的吗 孔子说 當然是真的 他说那文王身高有十尺 姚舜与汤文武周公 文王武王 文王身高有十尺 那么汤有九尺 那么我的身高有九尺 那个曹教说我的身高有九尺四寸 他们都成为圣者 但是为什么我没办法 我现在还只是会吃饭而已 其他没有办法像他们那么伟大 发心那么大 那么畏众生 没办法 那你说人人皆可遥事 我就不能啊 有人就这么问啊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菩萨 每个人都可以成佛 我现在就不是啊 为什么我做不到 不要说成为菩萨 我要降普反倒 成阿的话都很困难 还成菩萨 有些人就会觉得 哪有可能 哪有那么容易 那吃啊 每个人都可以啊 但不会是我啊 就有些人就会这样觉得 那么这个在于母家 你看有些人他就也这样问啊 都会有这种疑问了 那其实孟子讲得也很好 他说是不是圣贤跟身高没关系 跟发心有关系吗 跟行为有关系吗 你学习遥 学习顺 顺怎么做你怎么做 顺怎么想你怎么想 他的意思是扶遥之福 那么就是送遥之言 就是人家穿什么 穿他的衣服就就是他的行为 他有这样的 所以他说扶遥之福 行遥之行 就是他的这样的外表 他的这样的行为 他这样的言语 他这样的想法 你把它学起来 其实我们学佛也是这样 菩萨行 菩萨主要就是两件事而已 菩萨心跟菩萨行 所以常常讲菩萨心行 菩萨心行 主要是这两个而已 行为 心 行为是来自于心的推动 有心有这个意才有这个行 就行为 行为里面包括身跟愚 那一般就是我们讲的身口意 这个是意 意 一般佛法讲意 只要是持续相续的 相续的心 所以一般人来说 你说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果 我们相信 但是我们觉得 不会是我们的 就是说哪那么容易 那常常会这样 其实我们就说 容易不容易 其实跟你努力不努力 有关系 但是首先要能你先确定 我是可以的 我现在做不到 不代表我未来做不到 我现在不是 不代表我未来不是 所以修行基本上会有 渔工移山的精神 你渔工 一坐山挡住他的路 他不好走 他就把它移掉 可是他年纪已经大了 那个山那么高 你一天能够担起几个土 很明显的 很明显 谁来看都知道 他移不了这座山 可是他怎么说 我要死了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死了 我的孙子 那么这样下去 山 一次就算是一本期 山多越来越小 好 我们修行的是这样 你这一辈子死了 你还有下一辈子 你不来都不行 因为轮回游不得你 轮回游不得你 你说 很多人常常会讲 这个事件太古了 我下一辈子不要再来 来不来不是你说了算 如果你要能够 你要能够说 我说了算 那你必须要有功德力 有愿力 你要非常大的愿力 比如说你有大的善业 你升天 你可以不来 你解脱你可以不来 如果没有 你说那谁 如果可以决定 谁愿意下山多道 如果第一 谁看到第一 那我不要去 去过第一的都说 下辈子不要再来了 可是除了你下辈子 不要再造第一 不然由不得你来 进过监狱的谁会愿意说 这个监狱过得好 我下次还来 没有 我下次不来了 可是你要知道 那这个 根据调查 大概进监狱的人 五年内还会回去 基本上 大概好像在 在不知道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四十五十 一半以上都会再回去 我上次看过一个数据忘了 就是说很多人其实都会再回去的 有些三年后就回去 五年后 就是后面就越来越多了 谁又再回去 由不得你 你有那个罪 你犯了罪被抓到 你就是要回去啊 你有这个医院 就由不得你 那么有一些人也是可以不来 但是还要来 那个叫做菩萨 发院来的 所以轮回有两种 就是医院轮回跟医院 我们叫做医院轮回 来这个世间的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医院轮回的 就是不由自主 自己做不了主的 还有一种我们叫做趁愿而来的 那个就不一样 就是医院跟医院 所以一般来讲 你的愿力大过你的业力 你才有办法转变 那愿力怎么来 所以为什么叫你发菩提愿 那个愿力就很大 才有力量可以转 你发那个小奖的愿 一下子就没有了 就不容易转 那个愿力越大 所以菩萨道很做发愿就是这样 他很做发愿 尤其像那种发大愿 可是发大愿很多都是变成虚愿 学便讲一讲 就是英武学语 课本上这样写 我不就这样念 没有真正发愿 但是你如果能够真正发愿的话 那个力量就有 那个力量就会起来 它就可以转变 它可以转变你现在的困境 或是可以改变你未来将面临的困境 可以的 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不容易解决 或是费了很多心力都解决不好 你发大愿 你发愿真的 所以你看那个吊师傅十二大愿 文殊菩萨十大愿 这很多法上比就四十八愿 反正就是发愿 我们当然不用 我们要看自己的状况 你看圣曼夫人也发十大愿 就是说我们发一个愿 比如说从比较简单的 一开始也不用太大 因为做不到 一开始做得到 比如说圣曼夫人看见那种 比丘下了 淋雨了 他就发愿 只要这边没有雨衣的我都供养 舍卫城里面 没有雨衣的 外来的比丘 没有雨衣的我供养 那要出远门 出远门的 因为如果拖不到饭吃又要出远门 没有力气走 我供养 如果要出远门 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 很累了又拖不到饭 那个也很辛苦 我供养 等下他就是他发他 主要只要有人我就供养 发愿你做得到的 比如说我们最 佛祖普常发愿的就是吃素 比如说妈妈身体不好 爸爸身体不好 发愿吃一个月的素 爷爷奶奶往生 发愿吃多久的素 这是一个 有一些比较常见 到家有一个方法也很好用 就是行三千参 发愿我要做满三千参事 你这样做 我告诉你会很有效 就是你的困境会解决 因为那个愿力 我们之所以会陷在这个里面 业果的泥闹里面走走不动 不走又辛苦 因为要走也辛苦 那个都是因为 我们被那个业力局限住 帮助你 所以这个时候你挣脱不了的时候 你就要发愿 真的 我个人的经验是很有效的 所以说我们就发一个愿 那你不是发那个空愿 当然我们可以发重生五月十月 跟发五千参事 不过那个是后面 先发你做得到的愿 比如说最容易做的就是三千参事 你不用限定时间 那我就做三千参事 或是我就吃一年 或是只要我看见穷人 我就要布施 不管布施多少 类似或是我看到生命 受损 就是受伤我就发现我要救护他们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渐渐这样做的 那个时候慢慢你才会体会到什么 什么叫做菩萨行 菩萨行 如果没有 刚刚我们直接看这个书 其实它就是文字而已 它没有办法让你 我们叫做感疼深受 你必须要真正去做 你真正有这个心 比如说我就真的觉得 我要向佛学习 就说学佛 我要向佛那样利益那么多的人 那你要向佛那样利益那么多的人 那么有智慧 那么大自卑 那么有能力 你必须 你必须跟佛做一样的事 拥有佛一样的能力 就是功德 所以你必须要 但是这些不是一下子成就的 所以学佛要三大堂 解脱要很长 解脱最快三生就解脱了 成佛没那么快 好像你要盖一栋平房 可能一天就可以盖好了 也要盖101 那101里面就可以很多房间 很多功能 那平房里面就没有那么多了 就不是了 所以就要的资产 要的时间就会比较多 但是盖好的时候 它的功能就比较大 成佛也是这样 那我们真的要行菩萨行的时候 像受菩萨戒 所谓的菩萨戒就是发愿要行菩萨道 那这些菩萨戒 一般像我们在北传里面的菩萨戒 南传没有菩萨戒 藏传有 那北传的菩萨戒基本上就三大系统而已 六中二十八千的 这只要是在家的 那余且菩萨戒 四中四十三千的 那 还有就是一般中国国家比较长寿的 这个是十中四十八千的 放完菩萨戒 那么这一些其实戒条不太一样 但不在那个戒条 菩萨戒不在那个戒条 在菩萨戒怨 菩萨心跟菩萨行 那些都是给你参考的 比如说你要行 你要 你做菩萨戒就是发愿要成为菩萨 要遵守哪些 要做到哪些 你才可以成为 你要具足慈悲 你必须要怎么做 你要具足 你要具有智慧 你必须要怎么做 就是类似像这样 我们举个例 那么比如说菩萨 菩萨就是要成佛的 那佛是慈悲跟智慧圆满 主要是慈悲跟智慧 那么就修行来讲 是断自己的烦恼 跟帮助众生断他的烦恼 就是这样 就是自力跟利他 慈悲跟智慧 主要是这些 那举个例来讲 好 那你比如说六中二十八千的 那你要行菩萨道 你要学菩萨 要怎么做呢 比如说 他说世事理内有人说法 你要去听 他不是多少理的问题 那世事理是一天来尾的时间 那是说 你既然要行菩萨道 菩萨一定要有智慧 你的智慧从哪里来 从闻师修来 闻要从哪里闻 从善志士闻 以前没有书 也就是要有人说法你去听 所以你既然要行菩萨道 要成佛 那么你必须要有智慧 你要有智慧 你不多闻哪里的智慧 闻师修正 闻慧师会修慧 你没有闻哪里的师 没有师哪里的修 你知道怎么修 所以你一定要闻 所以有人听你要去听 除非你有状态的事情 或是你生病 怎样不能听那没关系 如果已经有机会 那你又不学习 那你说你又要成佛 那怎么可能 比如说慈悲 假设慈悲 利他 那么有一个很穷的人来 他没得吃 你可以给他 不是你没有 你有 那么你给他也不损伤 那你就不给他 那么这个就有损 那你不是要成佛吗 你如果要解脱 那这个你不给他也没关系 你只专心断理的烦恼就好了 但是你要成佛就不是 你要慈悲圆满 你看你这一点不慈悲 你就没办法 那以前伤害过你的人 我们从菩萨界来讲 以前伤害过你的人 他伤害过你 那么他现在来 他认错了 要跟你忏悔 你不受他的忏悔 这个也犯戒 意思就是说 你成佛是要度一切众生 那么就算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你也是要度他 那么如果你这一点做不到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了 你成佛 你的机会就是这些滋养 所以菩萨界 不管是几条 几条 四众四十三千 或是六众二十八千 十众四十八千 这些都只是 告诉你 假设你要成为菩萨 你必须要做什么做什么 那不离开不知词界忍入 心经禅定智慧 然后六度四十 像以前菩萨界 就以六度四十来分 那么都是讲这些而已 他并没有说 我是受患王经的菩萨界 我是受于前菩萨界 我是受幼菩萨界经的菩萨界 不同的菩萨没有 菩萨没有不一样 菩萨要做的事都一样 自立立他 慈悲智慧圆满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么 但是说是这样说 菩萨道很艰难 我们说过嘛 三难 难行人行 难舍人舍 难行人行 难舍人舍 还有一个 难忍忍忍 万人舍人舍人的舍人 就是说你别人做不到的 那是好的 那你必须要去做 就好像说因为你要励足的功德 那你别的人多 所以你必須要做別人做不到的 所以會很困難 你真正發願 然後去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沒那麼容易 但是很多人就開始會退了 因為困難 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舍利弗的例子 他發菩提心要成果 結果發了願 就是只要遇見痛苦的人 我都幫他 我們都簽出新酒 簽出業 那麼有人來跟你求 那麼你就要幫他 如果你的能力可以幫到他的話 好啦 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舍利弗 人家跟他求那個什麼 要眼睛做藥 結果 你說求財給他 求什麼 眼睛 一般人是不太會給的 前面也講過 就不是那麼容易捨的 那舍利弗那個時候已經修到一個成就 他想要像佛那樣 所以想一想 我已經發願了 我既然都發願 好吧 就挖給他 所以我挖給他之後 他還什麼 嫌他的眼睛味道不好 就把他丟掉了 對他來講 那個沒有價值 可是他是他的眼睛 可是給他的人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我們好心來幫一個人 那麼費了很多的精神 也許費了很多的錢 那麼損害我們自己的力量來幫助這個人 結果那個人不但不感謝你 還反過頭來怪我 這個是很常見的 這個是非常常見的 其實菩薩道常常會有這件事 那這個很容易讓人家退心 很容易讓人家退心 一般人講的就是割肉給你吃 你還嫌我的肉有腥味 還嫌我的肉不好 那麼這是很常見的 那菩薩道就是難忍人忍 難省人省 難捨人捨 但是不容易 所以叫做難嫌盪 現在要講易嫌盪 現在要講難嫌盪 實際上是你如果 因為我們如果從字面上看 你其實體會不出來 你真正發一個願 要去坐牢 實際上在坐牢 你就會發現真的難 但是就是因為難 你能做到 我們叫做難人可貴 這種才是可貴的 而且這種成就才是大 所以為什麼一樣都把煩惱斷見 釋迦佛這尊阿羅漢 跟捨立佛募見人 那麼多的阿羅漢 幾萬個阿羅漢不一樣 沒有一個人可以超過釋迦佛這尊阿羅漢 為什麼 那麼我們如果想要有像佛這樣的成就 我們就必須要有佛這樣的淡淡 這樣的願力 這樣的行為 那這個不是一觸合機的 不是說我現在做我就沒有 都是一次一次不退菩提心 這樣一次一次做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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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用愚公愚三的精神這樣做 一生生生世世 所以生生世世就這樣做 就算我一輩子只走一步 我無量劫來我都可以走很多步了 無量劫後我都可以很多步了 何況你願意不止此一步 所以 生想 有想學菩薩而不敢修的 為什麼不敢修 你修了你就知道 它沒那麼容易 但不容易並不是做不到 剛開始很難 始則勉強 終則太難 我們現在也是這麼講 事實上也是這樣 一開始都比較難 一開始比較難 但是一旦你進了之後 上去了之後 漸漸漸漸漸就習慣了 也說難也不是那麼難 也不是那麼難 他說事於菩薩行的根性 佛當然未說無上道 這個是法伐經裡面說的 因為這個 法伐經裡面有一個名言 叫做正直舍方便 但說無上道 這個就講到說 就在解釋說 為什麼佛估一開始就講菩薩道 為什麼阿安經裡面沒有菩薩道 菩薩道是不是編出來的 在解釋這種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寶寶經裡面說的 他就算方便品 他説如來所以出 就是要叫大家都成佛的 我说佛会顾 顿根小智能着相交曼者 从顿根就是觉得自己不能修不想修的这些 顿根小智能 其实这个是在讲声闻 跟佛来比较 顿根小智能着相交曼 不能信之法 大家没有办法相信 你是可以成佛的 今我喜无畏 这是娃娃经里面强调的 正直遗珠菩萨中 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当 主要是这个正直舍方便 但说无上当 就讲菩萨道 菩萨道就是无上当 再上去没有 身闻圆解上去有佛 佛上去没有 叫做无上当 所以佛叫做无上是 那佛所修的就是无上当 那这里说为说无上当 就是为这些菩萨说的 好 所以现在这一些人 是菩萨行的根线 就为他说无上当 与菩萨心行格格不相录了 是在讲逆根跟顿根的问题 他说菩萨心跟菩萨行 菩萨行主要是波罗蜜 菩萨心主要是 我们说菩萨心是什么线 三线 上次有讲菩萨心 菩萨主要就是两个而已 心跟行 心 菩萨心我们讲 他主要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跟无守得心 我们叫做信空会 菩萨行主要是六度跟四色 四色 故事爱与立行同事 主要是这样 所以他说以菩萨心行格格不入的 六度就六度波罗蜜 是比列雀弱的根线 这个叫做顿根 这个是比较来的 菩萨跟身文比 身文是顿根 身文跟仁天比 仁天是顿根 仁天跟三二道比 三二道是顿根 基本上是这样 这个是从比下来的 比如说佛佛佛佛佛是这里 这是无上道 那学习要成佛的就是菩萨 这个是因嘛 这个是果 这个是圆满的 这个是在因地 这个是果地 那这个是同一个 不管是佛道还是菩萨道 是一样的 那再过来就是二称 身文跟圆解 身文圆解比较利根 因为圆解没有佛 他也可以证阿罗安 身文要闻佛 听佛说法才证阿罗安 身文里面也有利根跟顿根的 像舍利佛这种就是利根的 好 自己就比较来了 那么从佛来讲 二称是顿根的 菩萨道 菩萨是利根的 那么从解脱道 这个是解脱道 来讲 仁天道 他还在三界内 这个是顿根的 那这个是利根的 那么从众生来讲 三界里面来讲 仁天 这个是善道 这个是恶道 三二道 三二道是顿根的 顿根的 人天是利根的 他可以行山 那不一样 所以他是比较来的 所以他这里讲 他是比列 就是比较不好的 就是我们说比较的 靴懦的根性 那如法伐经的穷子欲 所以老师在大圣这里 常常引用到法伐经 那么法伐经 对中国佛教来讲 是一本比较影响 比较多的情点 他特色就是 法伐经的特色就是 我们讲 他主要的宗旨就是 一佛称 唯一佛称 所有的修行 终究归到成佛这件事 而且一切众生必尽成佛 他主要在强调这个观念 那因为智者大师的弘扬 以法伐经为成佛的主要的经典 所以一般 像中国佛教讲 开悟在人眼 成佛在法伐 法伐经当成成佛的经典 是很重要的一步 法伐经的语言 没那么复杂 大圣经典的语言 基本上都是比较 不是像论那样的复杂 名相多 法伐经的特色就是P 法伐经有七个P 那七个P 都在讲这件事 一切众生皆可以成佛这件事 其中 有一个叫做穷子欲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火宅欲 众生在三界火宅里面 小孩子在那边玩玩具 他的爸爸看见他的孩子 火都已经要烧过来了 那些大房子里面 小孩子不知道 前面已经灼火了 后面还在 后面还在 这些小孩子不知道 没看到火 他还在那边玩玩具 就好像前面在打仗 印度要打过来了 这边的工也在那边唱歌 还在那边唱歌跳 不知道都看不到 那类似像这样 这是火柴鱼很有名的火柴鱼 还有一个药草鱼 所有的草没有一个不是药 医子欲 医生的儿子 然后化成欲 三百里跟五百里 也是在讲这个是 这个生文是三百里 那因为走五百里他远他不走 这三百里很快就到了 走到道才跟他讲 其实还没到 但是他已经走三百里了 直接两百里 三百里都走过来 两百里怎么走不到 所以他只好再继续走 因为还没到 这个很久比如说化成欲 火柴鱼 三界如火柴 这都是法花心的 药草鱼 那么还有伊里明珠 祭上的明珠 然后现在举的是穷子欲 其实他这一批都在讲 大家都在讲同一件事 就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逢 那这个穷子欲 我们来看 他说穷子回到故乡 忘到财富无量的长者 惊慌失措 就是他小时候就失散了 后来做乞丐 乞丐回来 讨到他爸爸的 他爸爸的这个 因为他那个大宅人 那被他爸爸看见 这个不是我的那个孩子吗 要把他叫出 结果他看到他以为他要追他 因为那一种 很想被人家追着打的 乞丐都是这样 他以为他要打他 就赶快跑 就变成这样 其实那后来他爸爸没办法 就叫两个人 也打扮得跟乞丐一样 然后就去接近他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带领着他 然后久了久了 就跟他讲 去到他爸爸的房子里面做工 然后慢慢慢慢 等到他有信心可以的才告诉他 其实你就是这家的主人 这个主人就是你的爸爸 这些财产都是你的 就讲这一件事 那这个是在说 我们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仆 也在讲一样存心事 求死回到故乡 望到财富一样的长者 金光失聪 吓得逃走都来不及 那有点像说 这个世间这样的苦 能够走就赶快走 那所以经典里面有讲 这是阿罗汉里面有神通 阿罗汉有些有神通 那神通他会看到他过去一生 曾经度过地狱 即使是阿罗汉 还会习惯性的会冒汉 会颤抖就是这样 他不会害怕 但是就是有那种习惯 就是看中在以前受过地狱的苦 那我也意见很多人 想一想他这一生受过的苦 最常见的就是以后不要再来 其实来不来不是你说的算 如果你真的不要再来 如果你真的不要再来 只有一件事 你解脱 就算你升天了 你升天还可能再来了 那再来会不会受这样的苦 不一定 再来不是一定还会受这样的苦 不是 我们常常讲说我以后不要再来 是因为其实他不是说不要再来 是我以后不要再来受这种苦了 如果再来不用受这种苦 那有什么关系 所以其实是我以后不要再受这种苦 可是你会不会受这种苦 从因果上来讲 你会不会受这种苦 是跟你的业有关系的 你如果不造那个业 你就不会受那样的苦 或是你虽然没有那个业 但是你有那个不好的缘 然后慢慢慢慢让你受这样的苦 那你在不好的缘里面 造作不好的业 就变成这样 很简单 比据回力来讲 你不一定有那个业 就是你有那个不好的业 那你少量的业 比如说好 你过去因为不不失千贪 所以你生到比较穷的家庭 那并不一定你是杀人犯 我没有啊 你只是因为 你有钱的时候很千贪嘛 很吝啬嘛 然后见死不救嘛 所以这个果报有可能让你 生到比较穷的家庭里面 那生到穷的家庭 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是偷到 如果我们讲 偷到你就会比较贫穷 但是你又不是啊 不是你前面有钱后面没钱啊 家到中落啊 不管 所以说 你有可能两种因素嘛 一个就是你签令嘛 一个是什么 你偷到嘛 就好像你没有智慧 有一种嘛 一种也是一样嘛 你比如说你邪见嘛 一种不是 你读很多很聪明 但是你令法 他也会变愚笨啊 周历旁多姐就这样啊 他也是三藏法师啊 可是令法啊 我这么辛苦学来 怎么这么聪明就跟你讲 他不愿意跟别人讲 他讲了之后 人家比他厉害 把人家练成像这样的令法 他不说 所以他后来就变笨了 那么他不一定是去烧经书啦 去破坏佛教啦 不一定是这样 那一样啊 所以他有那个不好的缘 当然这个也叫做业了 那你变穷啊 那你因为你又没有那种 比较大的力量 或那种比较善的善根 所以你在穷的 你在富有的时候 你不会去抢 但是你在穷的时候 那又不好的缘 那刚好你又很穷又很饿 那有一些人 抢了很多钱来 会给你就说 下次带你去抢 你就跟他去啦 不好的缘 就去啦 那就开始造业啦 饥喊其道心啊 那慢慢慢慢 这些业成熟了 那你又越来越穷 那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没有想到 这些其实跟你的心形有关系 你怎样的心 怎样的业 怎样的缘 一定跟这三个有关系 那你如果没有去改变 你没有去改变他 他不会自己停止 就算受过业爆了 他只是不在受业 但是他不是不在造业 他还会造啊 同样的情况 饥饿还会来啊 那你没有改变的话 那你还是会偷啊 偷了还是要再受苦啊 所以你再来做人的时候 你就会感受到种种的痛苦 不圆满 那么这些你如果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么去改变 你只是在那边求神拜佛 希望他能改变 但希望佛帮你 很多佛教主也这样 所以是没办法的 可以的话 可以的话 你不用求他都会给你 那是没办法 可以的话 那释迦佛会愿意帮助任何一个人 可以给他们的 把他们的痛苦拿掉 把释迦佛的福报分给他们 释迦佛是愿意的 但没办法 没办法 那释迦佛都做不到的 其他人怎么做得到 每一尊佛都做不到 那佛都做不到的 菩萨怎么可能做得到 你说观音菩萨做得到 文殊菩萨做得到 佛都做不到 菩萨怎么做得到 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你要去改变它 那你要去做 所以菩萨行就讲这个 好 那么他说 对于这类根基 不得不会说方便法门 这个叫做方便道 但是这种方便道跟 菩萨道方便道的方便道不一样 这个是方便法门 我们不讲方便道 就是要讲方便法 那么就是权宜方便的 就是因为他这样没办法 所以暂时只叫他这样 就取得例来讲 比如说 假设你是佛教徒 那你对一般的人讲 当然就是不要杀生 不杀生 可是如果你到一个渔村 这个渔村的人全部都是以捕鱼为业 那你叫他们不要杀生 那你叫他们吃什么 他们就只有捕鱼 在一个小岛上 应该种得也种不起来 他们只靠捕鱼为真 或是山里面只靠打猎为真 那你叫他们不要 那他们要吃什么 那不然你叫他们种菜 可是他们又种不出来 那怎么办 方便 你捕鱼 那个小鱼不要捕 那个怀孕的母鱼不要捕 就只能这样 只能够方便 所以 但是这个不究竟 最终慢慢慢慢改变 你以后不要再生到这种 遍地或生到这种 生到这种 必须要靠捕鱼为真的地方 你就只能够这样 你现在努力 那么即使在捕鱼 你也存一些善心 一次不要捕太多 够吃就好 小鱼不要捕 怀孕的母鱼不要捕 只能够这样 这个叫做方便 全宜方便 你还没有改到之前 还没有改叶之前 你只能先控制住造叶的次数 跟造叶的力度 把它控制这样 不要跟他扩大 只能够这样 那这个类似就是全宜方便 好 那么他这种 你叫他修 他说成佛 他没办法 那先让他什么 先让他解脱 那么解脱之后 宝贝就是可以回小向大的 像石磊梆江这种 那还有像阿含经里面 常见的 这种人 他是 但是 对这个世间的五欲 他是很执着的 这个时候你要叫他气舍五欲 修行 就是解脱 他没办法做得到 那只能叫他怎么样 只能叫他守五戒行十善 修人天道 离三二道 所以我们讲 我法是这样的 第一个是先离三二道 先离三二道 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 因为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要先不剁三二道 这个是第一个 那不剁三二道 要往上的话就升天 要行十善 那么 宝人生就是五戒 然后进一步行十善 圆满可以升天 再进一步修定 升色无色戒天 这个是戒 这个是修定 四禅八戒 这个是色戒天 这个是玉戒天 这个是再进一步修色戒天 这个是下戒 这个是上戒 也是天 但是他是色无色戒天 一般把这个叫做下戒 这个叫做上戒 再往上 如果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的 那么所谓五戒 他是保住人生的 那么你在这个基础上 再往上 然后可以的话就出三戒 这个起起来就是三戒 所以要出三戒 这个就是出世间 这个就是出世间 就解脱 就真阿罗 再进一步四出世间 就菩萨道 不出世间 但是也不难走这个世间 在人间行菩萨道 这个是四出世间 这个是菩萨道 这个是解脱道 这个是人天道 这个就是以善乐道 这个就是以善乐道 那么基本上 先让你以善乐道 然后再进一步慢慢慢慢慢慢上去 如果你做不到 叫你出世间 你做不到 那就叫你至少要依人天 要在人天的基础上 基本上是这样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因为 因为 那当时 我们如果从当时佛陀成佛之后 成佛之前跟成佛之后 那么当时的人都是要求解脱 跟升天的 主要是这个 六四外道里面 沙门佛罗门 不外乎就是解脱跟升天 那个时候还没有成佛的观念 没有 那么对于这些人 当然 因为他们都是要求解脱的 包括舍利某木建年 舍利某木建年 不知道有没有佛还早出家 不知道 因为佛出家到成佛只有六年而已 就六年苦行 包括修苦行跟修禅殿 这个六年而已 六年后他就成佛了 二十九岁出家三十五岁成佛 成佛之后 度了马圣比丘 五比丘之一 马圣比丘 马圣比丘遇到舍利某 舍利某 舍利某那个时候 已经带领很多人 他在山洛伊特底下 他有师父的 但是没有解脱 不知道已经出家近年 不知道 他是知道 可能�oh还早出家 可能佛晚出去 他不知道 但是他后来成为佛弟子 那些都是要求解脱的 都是要求施裁人 我们说过六四八道很多都是要求解脱的人 佛论门里很多要求生天 当时就是所谓的杀米佛论门 不是生天就解脱 那么你对于这些人 世间的人 不是求你就是求你 那你要射在这些人 所以大家就告訴他 求名要求什麼名 求力要求什麼令 要怎麼樣才能求最大的令 要怎麼樣修才能求最高上的名 你只能告訴他這樣 慢慢才引導他們 不要求世間的名跟令 要求出世間的名跟令 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講 身為原點我們都要二稱 漸漸的領色化打他 他前面取那個求者也是這樣 他就求習慣了嘛 他看到那個婦人要拉住他 以為要打他 他就趕快跑囉 因為他過去的經驗 讓他覺得很不好 我們也是一樣 這個事情有很多不好的經驗 我們有很多不好的經驗 所以你說 像我有遇到一個居士也是這樣 他非常發心 他非常發心 那麼也很相信佛教 他也很讚嘆大聖菩薩的精神 但是他說 太苦了 我想成佛 但是 我不敢 真的就是有這種感到 我不敢 我還是 但是你說要解脫 他又沒有能力 要解脫 要斷煩惱 解脫 我做不到 你說再來成佛 我也不敢說 我也做不到 解脫都做不到 成佛哪裡敢 你說再來人間行菩薩當 不要 只有一件事 我趕快往生 我自己走去 後面會講這個事 真的就是 有一些人就想到 我這一生過到這麼苦 不是這個苦 就是那個苦 苦還沒完 還在繼續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完 下輩子再來 不要了 不要了 我很想請菩薩道 但是 我不敢 我知道菩薩道很偉大 但是 我做不到 真的就是有這種理由 他說 我們在北朝佛教 不是講菩薩道的 都是要大聲要發泄 可是實際上 我不想騙自己 我發不良心 真的就是有這種人 實際上也不能怪他 因為就是眾生的我們講 就是根氣很多做 我們不要講什麼 我們就講阿羅漢就好了 大家社要解脫經典 第一個去找 第一個去找那個 在天上的教皇國庭 叫他下來解脫經典三個月 不知道解脫經典不知道幾個月 那時候還沒講 他一聽到我滅渡了 他的知物舍利弘 目前也都滅渡了 那我也要走了 我不要留在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既是阿羅漢喔 既是阿羅漢 沒有在這個時間 我要走了 我們再講一個例子 虛擾而上 虛擾而上是哺乎來的 真的 他自己寫的記憶 他說他是來這個世界 應該就是來這個世界 度化眾生 而且利益眾生的 但是他受那麼多苦子 他也有一點不要回來 他不是被紅衛兵打嗎 人家都一百歲還幾歲 被紅衛兵打 串 他幾百萬的信徒啊 可是那個時候沒辦法 他可以走他不走 他可以走他不走 他可以去香港 他也沒去 他可以先走 就不在這個時間 他也沒走 他留下來 那個時候佛教辛苦的時候 他是留下來 你看他是菩薩 他真的是菩薩 但是被紅衛兵這樣串 他也很厲害 串到吐血 試著把他扶起來 他就錄定了 錄定去哪裡 他的虛擾而上的賺益 他也很厲害 串到吐血 試著把他扶起來 退去到道立天 不是道立天 多帥天 所以在多帥天見到米六菩薩 聽米六菩薩說法 你看 世間的人看到那時候 其實他已經到多帥天去 但是他有力量 我們哪有辦法 我們好好的做 沒有人干擾都沒有辦法 他被踹到頭 他還能夠錄定升天 這個實在是厲害 但是他見了米六菩薩 他也心裡想說 我不要回去 你看 你看 這實在是難 不容易 米六菩薩說 你還是要再回去 還要回來 你看 這個菩薩到底是這麼難 他那個時候是最難的時候 我們世界都沒有那麼難 我沒有他那麼難 所以 他這裡講 想修菩薩行而不敢修的 知道羨慕佛國的舊吉原本 佛確實是偉大 跟其他的生文比較起來 確實是偉大 我們剛才講 這個 傑瑟佛要請教方國庭下來 證阿羅漢喔 他已經證阿羅漢喔 那麼 這個 下來聽幾句 他講一講 我不要 他就解脫了 不是只有他 很多阿羅漢就這樣 一聽說佛不在 那我要解脫了 因為 即使他是阿羅漢 心裡面沒有苦 沒有辛苦 但是還有生苦 生病起來 痛也是痛 釋迦佛已經成佛了 他肚子還是痛 腳還是痛 走路久久還會痠 一樣 釋迦佛好像不知道幾歲 應該是六十歲 七十歲 所以很明顯就是背頭 常常要阿難跟他摧背 按摩 不然也是痛啊 那些阿羅漢 他當當這種生苦 因為我們是生苦加辛苦 身心都苦 很多種苦 他沒有 他頂多就是身體上的苦而已 他有必要 那越老越苦了 還是苦 還是要忍耐喔 一樣要忍耐喔 也不能說他是阿羅漢 就可以 比如說他口渴 四下火口渴也一樣 要請阿拉去藥水來喝啊 肚子餓要去脫鍋啊 一樣要 吃了拉肚子 一樣不能吃啊 一樣身體也虛弱啊 走路一樣會痛啊 走路吃到那個刺 一樣要拔出來啊 不是說他沉默 用神通力讓他不痛 沒有啊 還是一樣的 那個身體的痛那是沒辦法 所以這些阿羅漢啊 因為阿羅漢 證的阿羅漢很多都是年紀大 當然也有很多阿羅漢 像君體上昂八歲就證的阿羅漢 但是很多都是年紀大 他又意味到生苦的問題 生的苦 苦有所謂生的苦跟心的苦 凡夫是生心皆苦 聖者只有生苦 阿羅漢 心不苦 即使是這樣 他也能不苦就不苦 所以一天 他即使佛不在啊 佛在我們留下來 佛不在啊 我要弄內蠻 很多阿羅漢都這樣 厲害 那你說要常常來這個人間 要受這些苦 他不要了 我要解脫就好了 要成佛啊 不用了 不用那麼偉大 真的就是這樣喔 所以他講 想修菩薩行不敢修的 知道羨慕佛果的舊解碼 但對於菩薩的廣大心行 廣大的大心跟大行 卻不敢擔當 這個是很常見的 就是說 不敢承擔下雨 所以我們常常講 賀丹如乃家業 賀丹如乃家業 精進修寫 這也是雀末眾生 所以我們說 從比較來說 身穩元解二稱 跟菩薩比較起來 是雀末眾生 那麼世間的人天道 跟解脫道比較起來 他不敢這樣精進要斷煩惱 是雀末眾生 其實是這樣 缺乏自信 我們上一堂課有講 在很多人缺乏自信 最常講的就是我月障中 我音源還沒到 我智慧不足 我力量不夠 那麼所以我做不到 不是這樣講 每一個人 因為你能夠做人 那麼你能夠做人 都是你已經累積相當多的資料 你能夠做人 你能夠學服 你能夠休息 都是累積相當多的資料 我們看那個蓮花色比丘妮就好 蓮花色比丘妮 他一生非常苦 他有兩種版本 其中一種是說 他結了婚 那麼生了小孩 那小孩依然一個被抱走 就是被強盜搬走 那有一個是被河水流走 他有兩種版本 一個是他過河的時候被河水流走 然後他結婚 他的先生又跟他的媽媽有不正當的關係 然後後來又跟他的女兒 又跟他的兒子 那就是非常亂 那蓮花色比丘妮 那個時候他就是蓮花色 他不是比丘妮 那個是在家 所以他一生很坎坷 後來他就心裡面 就覺得怎麼他遇見的人都這樣 然後他常常一生都被欺負 所以他就發願要抱負男人 因為他長得很漂亮 所以他就專門要去抱負男人 所以他就去祭願 他在大城市當祭民 專門抱負那些男人 你看這種煩惱多重 他後來這個阿爸 你看他的煩惱多重 他只要聽說誰有修行 他就專門去勾允那個有修行的人 來顯示他的能力 那沒有一個不被他擊倒 因為他真的很漂亮 講話又很好聽 所以他專門去勾允那些號稱有修行的人 你看這煩惱重不重 煩惱重啊 後來有人就跟他 因為他喜歡被人打賭 來證明他的力量 來證明他的美麗 那每次他都贏了 後來有人就跟他講 有一個人你一定沒辦法 誰啊 佛弟子 木劍也 他說天底下沒有一個人 我們沒有辦法 他就去勾引那個木劍 木劍也已經贈到阿羅漢了 結果就被木劍也堵了 後來就變成神聖地的比丘 你看到那個煩惱那麼重 他都可以解脫 這個阿羅漢 那個央覺魔龍殺人殺那麼多 殺越來越重 而且最後連他的母親都要殺 後來佛徒出現 他就不殺他的母親要去殺佛 要殺他的母親要殺佛 雖然沒有殺成 你看那個煩惱做不重 那國王派兵要追他 因為他們力量很強 又抓不到他 又打不過他 後來出了家 很多人來分分不平 他後來也正阿羅漢 沒多惹正阿羅漢 我們煩惱有他重嗎 我們的殺業有他重嗎 所以這些人 當然他過去累積很不善 可是我們也可以累積啊 照理來講 我們在他前面 但是他跑得快 那我們在那邊 我不行我不可以我不能 要走不走的 走上不退兩步的 人家不是 人家雖然很後悔 但是他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也是很快樂到 所以不要對自己沒有自信 可以做人 而且可以學習魔法 而且你學的還是 你相信大聖魔法 如果你身在南傳國家 告訴你 你是不相信大聖魔法的 真的 你是不相信的 這一些 不要說成我知道 他不相信這一些的 大聖魔法也不信 你領什麼法 我要煎什麼煎 他不信 這些都是後面的人變的 當然也是變的 但是他也不是沒道理的 他是依據佛法的道理這樣講 所以你能夠接觸到 你又不是接觸不到 所以你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 缺乏自信 生怕退落小生或成為苦悍 對於這一類眾生 他說前面身穩元潔 這個是頓根 但是還有一種 對自己缺乏自信 也怕自己墮落小生 你又想學大生 可是你又沒有自信 又覺得自己做不到 自己做不了 自己做不來 可是你又不想 你不想走解脫道 只是正阿羅漢 但是你又不怕 我沒有解脫會墮落 你會說會墮落套 你就算升天 你就算升天 從天上降不下來 你還是會墮落散熱道 有可能墮落散熱道 不是都會墮落散熱道 你只有一種方法不墮落散熱道 正見真上 這是最基礎的 再上去就正出國 要不然你一直都有墮落散熱道的氣氛 就是你對佛法正見真上 就是那非常深刻的正見 那種深刻的就是像你在做夢 你都不會去犯散熱道的業 類似像這樣 那這種非常深的正見 你就不會墮落散熱道 要不然再剩一部分就是你正的出國 正的出國一定是正見具足了 沒有邪見 沒有深見 這個一定不會墮落散熱道 它頂多就是冷天冷天 就是會受夜報 人間受夜報 它受完苦的業 它也不會去照烏煙 不會照散熱道的核煙 不會倒 那麼這樣它就不會墮散熱道 而且有一定的期限 正見真上還沒有一定的期限 什麼時候會絕都不知道 正出國的最多七次人間往往 就一定會解決 那你怕墮小勝 就說我要成果 我不要正阿拉利 那你又不要修解脫道 但是你又做不了行不了胡薩道 那怎麼辦 那還有什麼道 對於這類的眾生 二秤方便是不適用的 因為你叫他修解脫 他也解脫不了 他就不要啊 他就要成果了 佛只有用特別的方便 所以你看 二秤是方便 廣深淨土是甚方便 特別的方便 解脫道就是 從菩薩道來講 解脫道它是 解脫道它是叫做方便 其實是方便道 這個方便道 這個方便道跟波羅道 方便道的方便道不一樣 我們如果講波羅經 有波羅道跟方便道 波羅經裡面有波羅道 這個方便道 這個觀念不一樣 這個可以講方便法 或是直接可以講方便道 但是這個不一樣 這個波羅道是以波羅為主 方便道是以利他為主 這個是自利利他 這個是杜仲生 中原國土成熟眾生 這個是絕株希恩 這是靈一切分別 希望分別 這個是德國人 這個是自利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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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 這個是權力方便 所以這裡的所謂的方便跟聖方便 解脫道他是方便 那一切方便道 就是方便法 然後往生淨土 這個是特別方便 這也是講的 好 我們來講 他說 因為他又不想 他想沉默 他又覺得自己沉不了 我沒有自信 做不了 做不到 可是他又不想 只是走解脫道 那怎麼辦 但是他又怕 我一直來 因為來人間心不知道 可能會墮傷得到 所以這列 雀莫下列 那麼的根性 想沉否而不願修學菩薩的大型男性 所以希望求一簡單 易行而又迅速的方便道 所以我們講 這個方便道跟波羅道方便道 二大文古題 這個方便道意思是不一樣的喔 意思是不一樣的 方便法 這個兩個方便道觀念 雖然一樣的文字 但是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方便道其實就是易行道 這個方便道就是易行道的意思 他說 希望求一簡單 易行而又迅速的方便道 那麼這種觀念 其實很多的佛教徒都有 當選火的人都會這樣問 師父 有沒有哪一本經念起來功德比較大的 或是怎麼修行比較簡單 而且比較快 又比較好的 都是這樣 又要簡單 又要容易 又要不費時間 又要功德最大 很多人都想這樣 那麼這種也不是現在才這樣 從以前就這樣 所以大聖經典裡面 很多都是符合這種人的 不管什麼經都跟你講 這本經是定義的 能夠讀到這本經 是多大的佛報 都是這樣 那在講觀音菩薩的時候 講觀音菩薩 念六十二一恆而殺 不如念一個觀音菩薩 講地上菩薩就講 所有的菩薩裡面 地上菩薩力量最大 最有悲心 連觀音菩薩都稱讚地上菩薩 略略像這樣 講這個菩薩就講這個菩薩第一 講這一本經就很不明是第一 因為每一個人都要得第一 所以大聖經典裡面都會讚嘆這一本經是第一的 最殊勝的 這個菩薩是最殊勝的 這個法文是最難得的 通常都是這樣 但是這是不順菩薩的菩提願行的 其實菩提願就是菩提心 菩提願行就是菩提心 這個願就是堅固的心 堅固不退的心叫做願 所以我們講 發願發願 我要這樣做 我決定要這樣做 我堅持這樣做 我一直這樣做 因為求成佛大 是覺悟不休菩薩大行道理 你真要成佛 就一定要行菩薩道理 那你不行菩薩大 你又想成佛 哪有這種道理 好啦 那沒關係 為了要為了拳腳方便 適應你這種人 就告訴你什麼 往生淨土的這件事 好 那其實 即使是往生淨土 如果往生淨土我們講 淨土主要講往生淨土的主要就是淨土三經 光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 跟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其實是小本的無量壽經 那其實就是兩本 就是無量壽經跟光無量壽經 那無量壽經 跟光無量壽經來講 無量壽經是主要的 就是淨土經典裡面 就是彌陀 阿彌 往生到極樂世界的淨土裡面最主要的經典 主要是無量壽經 那無量壽經講三倍往生 三倍都要發補提心 一樣是要發補提心的 所以這個淨土裡面有三種淨土 現在我們來看 就是說在台灣 中國佛教的主要是三種 東方釀師佛淨土 西方阿彌陀佛淨土 跟玉界的彌陀菩薩的經典 主要是這三種 大概往生的大概就是這三種 當然還有其他的 但是如果在我們現在 現在的中國佛教界 台灣佛教界 主要就是三種經典 有往生彌陀進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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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往生藥師琉璃光佛進土的 大概就是這三種 那要是琉璃光跟阿彌陀佛進土 都是大聖不共進土 他都在大聖不共法裡面 那彌陀進土是沒有 彌陀進土是放在五聖不共法裡面 所以你往生彌陀進土 不用發蝴蝶線 但是你要往生阿彌陀佛的進土 一定要發蝴蝶線 三倍往生 這個是官無量壽經講的 都要發蝴蝶線 往生彌陀就是這件事 上次我們就講過 就是你要往生 那基本上 第一個要發蝴蝶線 就是你必須要發蝴蝶 要發蝴蝶線 要經過 那這一點很多人不知道 都覺得心願起念佛就往生 沒有要發蝴蝶線 第二個要修修後悔 第三個才是一向專念 念什麼 念阿彌陀佛 這個念 不是這個念 這個念是意念的念 你要意念阿彌陀佛 一向專念 念阿彌陀佛 但是你口念會引發意念 意念念出來 你不念出來也在心裡面意念也是可以的 就是念阿彌陀佛 一向斷念 第四個才是迴向發焰 發焰和往生 迴向發焰和往生 以發焰經發焰當發焰 你所修了這些功能 回向發焰 一向專念就回向發焰 發焰往生即的世界 那現在很多人都只是一向專念而已 就念阿彌陀佛 要懂佛來見面 你不發焰也沒辦法去 你念到一心不亂 你沒有發焰往生也去不了 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一向專念而已 那有就是再回向發焰 就這兩個 你多做到這兩個 也沒辦法完生 因為這四個缺一不可 第一個一定要發焰的心 三倍都要發焰的心 三倍都要發焰的心 第二個要修出功德 這個修出功德就會上中下背 這裡都一樣 上中下背 那三倍嘛 三倍往生條件一樣 那這裡都是上中下背 上背的大修功德 功德不會就是六度四射啦 然後大修功德 就是修很多啦 那幾倍智慧 六度四射這些 那中背的 這個是上背 這個是中背 修出功德 下背的多少修善 修比較少 其實就是分這樣的 其他都一樣 一向專念 回向發焰 很多人要往生修善禁主 往生修善禁主 也不修出功德 家裡面就在家裡面念朱正念佛而已 那如果他過去有累積 那就沒關係 他過去已經累積很多功德了 那就沒關係 如果他過去沒有累積 也就再太不行 而且就算往生品味也不敢 空的修就不少 得少為主 那很多人都沒有發火的線 很多人沒有 你到極正世界 只是因為這個縮火世界苦 我要趕快離開 我去到那邊 我去到那邊可以休息 不是 是要成佛的 你是為了成佛去的 因為那邊有諸葬上的 那邊二六四中 都在五根五立七戒之八正道這裡 都在天文佛法 都在文師修 主要是這樣 那麼你這個觀念沒有 我告訴你 你往生是很難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因為念佛的人 很多人也不聽經 也沒有去研究無量壽經 沒有好好的研究 無量壽經是怎麼說的 那有一些人沒辦法 就又降一擊 觀無量壽經 又降一擊 你只有上輩發佛的心 中輩下輩 那些五立十二的 你命中 念佛 也沒往生 實際上沒有往生到極的世界 他講是往生實際上是沒有 為什麼 因為 他說生到 比如說下 比如說 下頂下生 就是光明要說聽的 下頂下生的生了之後 在連環裡面十二大鐵 十二大鐵之後 遇到萬一菩薩 叫他放佛的心 他們實際上沒有往生到極的世界 如果你往生到極的世界 你二六十鐘都念佛念法內生 你可以看到七重藍巡 七重羅網 那你哪裡有可能十二大鐵裡面 不見佛不如法 那這種就是無量壽經裡面的 以邊締一層 邊締一層五百歲 不見佛不如法 那你真的生到極的世界去 真的在極的世界去 二六十鐘 鳥生 風生 水生 都在縮法 何況還有諸上善人在縮法 那你去到一個沒有佛法的地方 你說往生極的世界 那個就是什麼 方便說 不是真的往生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道理 都認為下頂下生就這樣 下頂下生不在極的世界 中平以下都不在極的世界 我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要發佛地心 因為它大乘的 大乘的 那無量壽經主要有無量壽經的文綠 不過無量壽經很明顯的又有一點方便 又方便就是方便了 所以它告訴你那個苦力十二的 你命中十念 念念念八十一節甚至重生 也往生 往生是往生 它只是不做三二道 如果它那個時候沒念佛 它就做三二道 就做第一 第一項給它 所以它都念念念八十一節 八十是很多的意思 念念 它只有十念 它只有十念 你命中十念 因為已經要做第一了 念都念不出來 就是意念沒辦法 聲音沒講念 南無阿彌陀 念足分意念都沒辦法 這個時候 念念八十一節甚至重生 就八百億 就十一生 八百億 其實是八字很多的意思 八萬大鐵也是這樣 在印度是很足以很多的意思 所以念念 這個時候它的願力比業意強 它不做三二道 只是不做三二道而已 它不是真的到淨土去 如果真的到淨土去 淨土裡面也駐上山 它可以文法 可是它沒有 十二大節裡面沒有三百的 所以主要是無量壽君的上背、中背、下背 那這四個是往生的要件 一般我們就找信念型 信念型主要是以阿彌陀基說的 那一五量壽君就是這次的 好 那麼先來看 先來講往生淨土的 他說 這種人又想學大聖 又想成果 又不只是想解脫 可是他又怕又沒有自信 又怕絕對自己做不了 菩薩行就沒辦法 所以這時候怎麼樣 拳腳方便 那麼舉這個十柱比菩薩論 異行平 這是有人這麼問 是阿維悅智 阿維悅就是不退轉 翻譯過來就是不退轉 一般來講不退 不退 主要講三個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那麼 信不退 就是行不退、為不退 念不退 那主要是不退轉主要是 就是一般來講不退 反覆地 就是聖者不會 入聖流不會退反覆 這個叫做不會不退 那麼行不退 就是不會退入小聖 不會退回反覆 不會退成小聖 然後還有一個是念不退 就是念念入薩佛羅海 就是念念跟火相應 然後終究會成佛 那麼這個一般叫不退轉菩薩 行諸難行 久奈可得 要做很久的 要非常久的時間才能成就 那麼有些人會怕 那萬一沒有成就 就跺到小聖去啊 那麼一旦跺小聖 那就是四大摔歪 四大摔壞 那不是即使是法華經 可以回想上大 都要落一大圈 落遠路了 有點像高津公路 你抽過那個閘口 再下一個高津公路 好幾公里還會繞回來 那就繞很久了 那就比較麻煩了 就會這樣 他說 若諸佛所說有異行道 即得之奧迴之地 方便著 對我來說這 有沒有一種 就是我不用修很久 但是我又可以很 就是可以成就佛道的 有沒有一種 就是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們叫做素食 就要快 又要好 功德又要大 所以這個東西又便宜 又好吃 就是 營養又很多 最好是有那一種 就是說 可不可以 龍術就跟他講 十柱比佛所認 到底是不是龍術的作用 當然有些人也有疑問 那一任老師 基本上就是 大致度認通 十柱比佛所認 都是龍術 所以他說 龍術就回答 像你所說 這樣的心是寧若確認 就是沒有擔當的 那麼無有大心 非是丈夫自干之言 不是大丈夫 所應該說的話 何以故 若人發願欲求阿妞多摩三二三不提 假設有人發願要成佛 阿妞多摩三二三不提 是無上正等正絕 阿就是五的意思 翻譯來 阿妞多摩無料光 阿是五的意思 妞多摩是正 不是上 是上 所以阿妞多摩就無上 三秒三不提 正等正絕 無上正等正絕 三是正 正等正絕 未等阿偉約之 還沒到不退轉 所以波羅道就是要到不退轉 那麼 於其中間 因不行生命 就是你不用害怕 你只要有這個心一直往前去 昼夜經濟 如舊頭來 就是你要努力 努力像什麼呢 努力向你的頭灼火 舊頭了 那頭已經灼火 那頭燒起來 那當然 比衣服燒起來還更著急 所以要趕快把這個頭上的火滅掉 這樣那麼快 那麼急 那麼重要 就是 你真的要行菩薩大 你要有這一種 這一種心 大丈夫之情 大丈夫不是性別的問題 跟男女沒關係 跟你那個心性 跟你那一種願令有關係 所以一般來講 阿羅漢都是大丈夫 那一些聖子都是大丈夫 女中丈夫也是大丈夫 今天先講到這裡 後面就接著講 因為他又想前往 他又不想修那麼久 他又不想只是走解脫道 那怎麼辦 好啦 先說他一頓難力 怎麼會又要好 又要用力最少 又要得到最多 這種其實就是貪小朋友 對吧 世間很多是這樣的 就是不想花那麼多力氣 又想得到比別人多 要比別人輕鬆快樂 又要比別人幸福 你看 世間人 那沒辦法 你對於這種人 就變成 那你也只是要讓他信 佛法一直 佛法都是一直讓你向上的 向上 向上 向解脫 所以 好吧 那你既然這樣 我就跟你講一個特別的法文 這個就是淨土法 好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合戰合相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不等於眾生 不等於眾生 接共成佛道 接共成佛道